文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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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观察者网上强调道 总统一直表示有明确的意向 想要 文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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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观察者网络 文观察者网络 克隆,改口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我们说服了特朗普。 据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4月16日报道,在前一天刚说自己已经说服特朗普在叙利亚长期驻军的马克龙,当天又迅速改了说法,表示自己没这样说。 报道称,16日的发布会上,马克龙煞费苦心地强调,法国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对序共同战略。 我没有说美国或法国会在叙利亚长期驻军。 我们在叙利亚尤其只有一个军事目标,对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和我们都认识到,在叙利亚的政治责任不限于打击IS。 那是事实。一天前,还是这样的马克龙。 就在一天前,15日的采访中,马克龙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说服了特朗普,留在叙利亚是必要的。他说的自信满满。 视频截图。不过,马克龙迅速被打脸了。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第二天,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道,总统一直表示有明确的意向,想要尽快从叙利亚撤军。 对于充分打击IS,并且阻止IS东山再起,我们有充足的信心。 除此之外,我们期待我们的地区伙伴与盟友为保障该地区的军事及经济安全做出更多努力。 视频观察者网,刘楚楚。而最近,法国与美国配合失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就在美,英法三国在美国时间13日晚90左右,对叙利亚实施精准打击后不久,法国就坑了队友。 据美联社14日报道,法国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在美国、英国、法国对叙利亚进行联合军事袭击之前就收到了警告。 但据美国国防部网站消息,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在当地时间13日晚的发布会上称,我们没有就这些袭击事件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协调,我们也没有事先通知他们。 文观察者网 徐磊 法国总统马克龙,我们说服了特朗普,需要长久的留在叙利亚。 美国白宫,总统想要尽快从叙利亚撤军。于是。 马克龙,我没说过美国或法国会在叙利亚,长期驻军。 善变的马克龙,改口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我们说服了特朗普。 据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4月16日报道,在前一天刚说自己已经说服特朗普在叙利亚长期驻军的马克龙,当天又迅速改了说法,表示自己没这样说。 。 报道称,16日的发布会上,马克龙煞费苦心地强调,法国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对序共同战略。 我没有说美国或法国会在叙利亚长期驻军。 。 我们在叙利亚尤其只有一个军事目标,对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 。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和我们都认识到,在叙利亚的政治责任不限于打击IS。 。 那是事实。 一天前,还是这样的马克龙。 。 就在一天前,15日的采访中,马克龙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说服了特朗普,留在叙利亚是必要的。 他说的自信满满。 。 视频截图。 不过,马克龙迅速被打脸了。 。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第二天,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道,总统一直表示有明确的意向,想要尽快从叙利亚撤军。 。 对于充分打击IS,并且阻止IS东山再起,我们有充足的信心。 除此之外,我们期待我们的地区伙伴与盟友为保障该地区的军事及经济安全做出更多努力。 。 视频观察者网。 刘楚楚。 而最近,法国与美国配合失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就在美,英法三国在美国时间13日晚90左右,对叙利亚实施精准打击后不久,法国就坑了队友。 。 据美联社14日报道,法国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在美国、英国、法国对叙利亚进行联合军事袭击之前就收到了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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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